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个是周杰伦的影响力强 否则类似于《流淌的歌声》这样的节目又有几个人会关注呢 在节目中专业的评委高度点评了周深的唱功 还直言他是现音派的继承人 大家都知道周深从出道以来就一直都在唱《女声》和李玉刚不同的是 周深的嗓音没有那么妩媚 而是多了一丝的空灵和纯净 此外周深能够驾驭的曲风也比前者多不少 这次他翻唱的《烟花一冷》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节目当中数据老师直言 周杰伦版本的《烟花一冷》主要挑衅的是一冷 那么给人一种酷酷的感觉 而周深的版本突出的烟花是全然的 利波老师呢直接就谈到了方文山创作这首歌的初心 他认为周深这个版本更加符合方文山老师的设想 很显然在这两位老师看来周深版本更加好听一些 正点来了自身音乐评人伍周同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我听了他的版本好像消失了很久的一个音乐门派 终于又有了新的传人 这个门派叫做仙音派 这个门派能够入围的话非常难 因为他必须具备这几个特点 他的声线必须要飘翼空灵 他的气质要超凡脱俗 就很多人都想往上靠 但是靠不上 因为他没有那个仙气 仙音派在90年代的时候有几位代表人 他们也影响了整个华乐坛 分别是奇遇 王妃 朱哲晴 我们期待了很久会不会有人把仙音派的功夫重新的传承下来 我觉得周深可以 不得不说 武周同对于周深的这番评价实在是太高了 奇遇 王妃 那都是华尔乐坛的大姐大 能够和他们处于同一个位置之上 足见周深的实力都不多么的强悍了 只希望在未来的岁月里深深可以加油 多出一些好作品 烟花一冷真的是一首好歌 方文山和周杰伦是能够比肩的大神 两个人相得一张才能够做出如此经典的歌曲 烟花一冷好就好在 无论从哪一方面都可以去演绎它 周杰伦演唱了原版透着酷酷的沧桑 林志炫的演唱则是冷冽 刘雨宁王凯玲演绎的是酷和然 而周深在流淌的歌声舞台之上 呈现的是一种大气洒脱 未听之前我想象周深会怎样唱这首歌 大抵不外乎于飘渺婉约 缠绵翡策 这是他拿手的 可是昨日听完之后被震惊被惊艳到无以复加 他一改往日惯常熟悉的唱法 而是唱得很实 这对于他来说很不容易 这首歌洋洋洒洒大气庞陀 而几处用气音的点缀 又让歌曲不是一味的一成到底 在后史当中又自带仙气 一个好的歌手就是一个好的说故事的人 他能够把你弹入到他营造的情节当中去 周深用洒脱更加突出等待的凄凉 用豪迈衬托出了泪式深情 城墙厚重斑驳红尘旧礼草木深 背影在青石板上渐行渐远 只听得到留下的踏踏马蹄声 悲吗?悲的 但是更多的是仰天长笑 对酒当歌的好气 唱出了岁月的四海情声 周深的这一版本是最能够体现出 方文山的写词功力和人生感悟的 一曲结束久久不能够回神 沧海之中等你回头的又是谁呢? 《烟花一冷》这首歌的难度非常大 当然了所指难度并不是演唱的难度 而是所能够演绎出这首歌的美的难度 而周深的翻唱能力也是有目共睹的 几乎每一首歌曲都翻唱出了自己的味道 而这一次它面临如此高难度的挑战 其实内心的压力也是蛮大的 周深本人是非常喜欢这首歌的 而面对原唱周杰伦带来的压力 他是否能够打破内心的压力演唱完美呢? 首先我们先来分析一下《烟花一冷》的意境 《烟花一冷》这首歌的意境非常丰富 就是像这个看破红尘的心境却逃不脱 等的情 仿佛经历了千万年依旧执着不改的心 这种心境超脱了男女之间的情情爱爱 仿佛天地初开诞生的那一缕情愫慢慢散开 而又无法消失殆尽 有人说时间能够淡化世间的一切情感 但真正的情感又怎能说望着望 就像是烟花那一般灿烂过后 总会有冷的时候 消失了便不再回来 人也同样如此离别有时候恰恰也是无可奈何 却让人本得难忘 周深这次的现场完全变了味 可这味却没得动人 真正的情感是非常纯洁的 更像是一种莫名的吸引力 吸引着双方相互陪伴 只要能够见到对方就是幸福 而周深的声音本身就是纯净自然的 初听似春风徐徐吹过 再听又似雪莲一般纯洁无瑕 没有丝毫的杂念 而实际上这一首烟花一冷的情感 是由沧桑的心境而来 经历了人世间的种种表达的心意 周深虽说没能够将沧桑的心境体现出来 但是却展现了另外一种独特的味道 以纯净之美完美的梳化了感情 一开口便将人的心神吸引进了那孤单的世界 那种淡淡的奇妙嗓音 仿佛将情感散开又重聚 瞬间把千年累计的情感完全迸发 可以说周杰伦的版本与周深的完全不通 但是却有着各自的意境和感觉 原来他的歌声是这样的神奇 完全找不到和原唱的相似之处 但是却有着能够书写意境的魅力 周深翻唱的歌曲也很多 《烟花一冷》只是其中一首 但是听众都明白 他都将这些歌曲演绎出了自己的味道 却又不失情感 《幻言》曾经是奇遇的经典曲目 而周深的翻唱完全与他的感觉不同 《秦月》的版本就像是一个经历了很多故事的沧桑 而周深却以一种美与情感的融合再次演绎出来 完全把这首歌赋予了新的生命 无论是什么歌曲 他都能够用美的声音融合演绎 有俏皮有轻松 各种风格层出不穷 他真的是一个天生的歌机 这首《烟花一冷》虽然变了味 但是这种变了的味却显得如此的美好 甚至让这首歌焕发了新的生命 这也是对原唱周杰伦致意的敬意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